奥德萨 奥德萨 也有现代化的学校 现代化的博物馆 好 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国留学生在奥德萨 学习生活的情况 好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国留学生在这边的留学情况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在这边学习吗 是的 在哪个学校呢 在奥德萨国立大学学习 学习几年呢 这里要先读一科读一年 如果读本科生的话要读四年 但是我想读研究生来继续再读 那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学校吗 好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 那你可以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学校吗 好 这所大学在中国也是很有名的 我在选择留学的时候 就已经有朋友为我介绍了这所大学 这所大学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学 它建立于1865年 它的全名是奥德萨梅琳科夫国立大学 这所学校以梅琳科夫命名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梅琳科夫是谁 他是一个微数物学家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 就比如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喝的酸奶 就是乳酸菌对人体的消化很有益 都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这所大学为了纪念他 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 大家也知道梅琳列夫吧 梅琳列夫元素周期表 我们高中都是学过的 梅琳列夫曾经也是这里的老师 这个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大而又古老的图书馆 博物馆 还有植物园 天文台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你知道你们学校还有一些 其他学校专业吗 当然有很多很多专业的 我们学校有十多个系 比如有法律系 政治系 国际关系系 还有很多的语言系 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系 那你们学校有很多吗 特别多 我认为有好像每一个系 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就比如我们系中国留学生 就有二十多人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温西西的酒楼 你来 我走 你好 你们都是中国的学生吗 是啊 是中国的 你们在这边感觉西西怎么样呢 怎么样子 非常隐患 你们是高中处的人吗 对啊 我们刚学了两个月 那你们觉得这边西西怎么 嗯 前面的 书啊 就是 用一句话来总结 精细一点的 俄语不够比英语来凑 都不够 靠就是老师耐心讲解 那你们这些 不太凑 我也觉得不太好 西渊老师讲到 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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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对啊 让我们知道 所以其他还可以 也是有越多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来 我吗 是的 那你们在这边工作吗 是学习的 我是来旅游的 你好 我是正月留学生 今天有点多些时间 没得期待来讲 我们下车的景点 那你可以在那边 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 报道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 现在我们所在认识是奥德萨 一个新建筑 文化文物 广场景阶梯 奥德萨还有其他一些景点 例如 普希金博物馆 城市公园 步行间 芭蕾舞科剧院 7公里等等 刚才我还去海边阿拉加加 好漂亮 还有很多美女呢 我们的纳布克莱美女很多 好 你好 请问你来自中国吗 对我来自中国 那你现在在这边生活吗 对我在这边学习 我在上大学 那你觉得这边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边风景很好 你看这夜景多美啊 那你对这边有什么评价吗 我觉得这边人口包容性很强 没有这种独在一厢为一客的这种心情 那在这边生活呢 最重要的是吃的 你觉得这边吃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吃的很好啊 非常天然 绝对绿色食品 好 谢谢